今天来到 C-Lion Ballum Order 然后是跟有几位师傅来的 我的师傅 Tomasson 哈喽 另外一个师傅 另外一个师傅 汉 汉 汉你好 第一次见 是啊 第一次 C-Lion 是一个位于法身的咸水钓鱼场 这个钓鱼场 在当地相当有名 与我之前介绍过的钓鱼场不同 C-Lion钓鱼场 禁止使用鹿鸦鹅 只允许使用活鹅和鱼鹅 此外 这里是一个打包鱼场 意味着钓到的鱼都必须带回家 如果你对这样的地方感兴趣 记得继续观看影片 你可能会找到你想知道的东西 C-Lion钓鱼场实际上有很多鱼石 而我们这次进入的是第二鱼石 这里有丰富的鱼种 包括红枣 石甲 侧枣 石斑 和橘梯 等多种鱼类 我是第一次来这种地方 因为这种钓鱼场 我之前来过不会钓 所以到现在都没有来 然后这次是刚好 Domasson 它已经都没有经验了 所以我就跟它学习一下 所以等一下我们看我们会有怎样的成绩 敬请期待 这里的设施非常齐全 提供食物和饮料的售卖服务 还有活鹅出售 因此我们不需要提前准备这些东西 由于我们全程使用活鹅作为鱼鹅 所以在进入鱼池前 Domasson挑选了几只泼虾作为我们的鹅 准备好后我们便进入鱼池 开始了这次的钓鱼之旅 使用的钓组非常简单 将前导线穿进一颗钳石里 然后再绑上一只鱼钩就可以了 接着就是将虾勾上去 不过够下的时候也是有技巧的 你看它中间有一个 好像它在鱼池的鱼鱼 啊 你不能勾到它 不可以勾到它 送我来怎么勾 所以你看你勾的时候 啊哈 你可以过去旁边 哦旁边那里上 哦 旁边那里 啊哈 然后出来 哦 OK 然后它没那么用意试 哦 哦 OK 可以可以没问题 好了 然后 现在做什么呢 现在你可以担个小鱼 鱼 哦鱼才可以担 先担 你担吧 现在用了 哦 OK 整个给它拆一下 拆一下 拆一下拆一下 拆一下担一下 OK 可以 好 哎呀 我担了一下 我不是担 哦 均匀了 原来呢 瘦啊 瘦啊 瘦瘦瘦瘦瘦瘦瘦 诶 对面中药啊 是 你这个慢慢动摘 OK 好 慢着拉住我 拉住我 哦 丢了哦 丢了啊 慢了还没 太快 太快啊 OK OK 用活虾钓鱼与路牙钓鱼最大的不同处在于吃钓的时机 如果用路牙耳钓同样的鱼 我们通常在他们咬耳的那一刻马上打钓就能勾中鱼 但用虾做耳的话 因为虾的体型比较大 加上鱼钩只有钩在虾的尾部 所以我们需要等一段时间才能打钓 这是因为要让大鱼将耳吞得更多一些 才有更大的机会勾中它们 由于还没完全掌握这个技巧 我就这样让一条鱼跑掉了 那条鱼不见了 对 对 对 我失败了一个机会 我失败了 我可见他吃钓的鱼刺激 对 你感觉到很大力的 痛 就被一粒 你走这个位置 可以 好 好 我试试一下 嗯 嗯 哦 谢谢 谢谢 哦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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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总算掌握了一点用活虾钓鱼的方法 在感觉到鱼咬耳后 我打开线杯让它慢慢游走 等了几秒后我才关线杯收线打钓 虽然在鲜水钓鱼场钓到的红枣鱼很普遍 但用活虾来钓它们的感觉相当不同 这种方式非常讲究打钓的时机 太快可能打不中 太慢又担心鱼会吐掉耳 所以这也是一种挑战 另外我也学到了 开鱼的时候不要将相机放靠近水石边 虽然我钓到了鱼 但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幸运 然而多曼神随后展示了它在这里钓鱼的超高技术 现在就好看 然后再翻译 RE件事情 来吧 再次 快点 快点 开的 快点 快点 去 快点 好漂亮 正好 美味 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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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唷 狗狗狗來了 狗狗狗狗 狗狗啊 哎唷 我們這樣包喔 哎唷 撒在手機喔 撒在搏嗎 撒在搏嗎 不行不行 哈哈哈哈 他之前提到過要從多曼神轉成為狗狗狗神 這不僅是因為他掌握了在狗狗狗釣魚的技巧 更是因為他愛上了在狗狗釣魚的感覺 因此他現在幾乎每個星期都會來這裡釣魚 如果你想看見他可以嘗試來西萊恩的狗狗狗 也很有可能會遇到他 多曼神告訴我 池塘裡其實有一些類似人工漁渦的地方提供漁朵餐 他多次在這裡釣魚 已經熟悉了那些漁渦的位置 所以他會專門針對這些漁渦下狗 這漁渦還需要慢慢摸索 逐漸找出這些漁渦的位置 也希望裡面真的有一朵色 可能你們會問如果這是個打包魚塘 長期有人釣到魚 那不久之後池塘裡不是沒有魚了嗎 可能你們會問如果這是個打包魚塘 不過他們會一直確保魚塘裡有足夠的魚 他們每一天都會放幾次魚 一次放的數量也不少 所以人人都有機會釣到魚 不過他們會一直確保魚塘裡有足夠的魚 他們每一天都會放幾次魚 一次放的數量也不少 所以人人都有機會釣到魚 謝謝 謝謝 但釣得多還是少 主要還是取決於個人的經驗和技巧 像我這樣經驗不多的 很多時候只能看別人釣到魚 好害怕 好害怕 20磅 20磅 等一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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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找魚窩的時候 我遇到了一條要做我活下的石甲 讓我再次增加了收穫 雖然這條石甲的體型較瘦小 但力量十足 在鬥魚的過程中 讓我感覺非常刺激 我們在這裡度過了4個小時 時間到了之後 我們決定回家 因為我們選擇的是最基本的釣魚配套 4個小時80塊的那一個 OK啦 今天我就先到這裡 然後 兩條的 這個是可以拿回家的 在這裡 兩條魚的收穫 可以說是很少的 因為這裡的老手 可以釣到10多條的驚人數量 但是對於我這個新手來說 這已經是一個小小的獎勵 所以我對這樣的成績感到滿意 不過重要的是 我在這次釣魚中學到了不少技巧 也掌握了一些訣竅 對於我來說 這次的經歷是非常有價值的 如果大家想要來 那種可以釣了又拿回家的魚塘 可以來這裡 D-Lion 然後感謝Isaac 今天沒有帶Versue公報啊 啊沒有公報到 阿古斯啊今天 還有汗 下次我看我應該還會再回來的 如果你們還是要看這樣的內容 記得留言 按贊 讓我知道 好啦我們下次再見 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如果你們有把這個影片看到最後的話 不妨給這個影片一個讚 你的一個讚 會為這個頻道帶來很大的幫助 還沒訂閱的朋友 請訂閱並按下小鈴鐺 好了我們下次再見 囉